第11题 在不计任何摩擦力和阻力的情形下 利用下列四种情形 预使50公斤物体等数上升 所需的最小施力分别为F1 F2 F3 F4 请问你施力最小的是哪一个 那么看到A是一个定滑轮 定滑轮并不会省力或费力 所以它要拉50公斤重 它就要施力50公斤重 B是一个动滑轮 一个动滑轮可以省力1分之1 所以它出力的是50的一半 1分之1 那么C呢这是一个斜面 它的下滑分力是高长比乘以物重 F3要等数上升就要等于下滑分力 就是高长比乘以物重 所以50乘以1分之1 然后到猪 我这里并没有50公斤重的利弊 所以我信不能够真的算出来 F4有多大 但是我们看到 它的施力比较小 抗力比较大 所以它的施力会要大于50公斤重 所以F4呢是大于50公斤重的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 最小的施力呢 就是应该是C这个斜面 所以第11题问我们说 请问你最小施力是谁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我看得出了一个施力的施力 我看得出了一个施力的施力